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和大家介紹的療劑叫做X-ray X射線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X光片 X-ray 通常我們在同類療法方面 其實同類療法的醫生 是早年最早研究X光的 X射線的 早期第一間醫院應用的X光 就應該在紐約的New York Flower Hospital 這個應該是美國第一間醫院用X光的 而這間紐約的New York Flower Hospital 本身是一個同類療法醫院 因為同類療法是一種能量的醫療 所以在早年的同類療法醫生 對於任何和能量有關 例如太陽的能量、太陽光、月光、X光這些 他都很有興趣研究 所以說這個療劑 早年同類療法醫生在醫院裡面 有了X光的設備之後 他們第一個是將它製造一個療劑 當時他怎樣做呢 他就將一瓶瓶 裝了一些純的酒精 然後放在X光那裏 放它半個小時 來射它 然後將它充能 來稀釋充能 成為療劑 這個療劑應用方面的過去經驗 當然是會用於一些人 有些人是因為受了X光的照射 而身體就出現問題 可能覺得很累 他就知道與X光有關 或者有些人居住的地方環境 很接近太陽很猛 還有很多太陽的黑點 Solar Flare 比如美國的Santa Fe 那個地方是比較高大高原的地方 所以他接受這些輻射的機會比較大些 所以有些人應用在一些情況 就好像那個人很累的 好像黃素卿那些症狀 但用極都醫不好他 而且因為感冒之後 有些人很累 異常地累 當時在這個地方的醫生 就會用X光 X-ray這個療劑幫助他 當然最常用得著 都是因為過度暴落在X光片之下出現 也有些人是因為X光過度燒傷了 導致痛或者毒栓特別虛弱 這個療劑都試過用在這些情況 所以主要都是做了輻射之後出現的問題 症狀方面 病人會有些很極度的口渴和口很乾 或者有些傷口一直都不能夠埋口 尤其是做了那些方射治療之後 那些傷口一直都不能埋口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都考慮是用X光的 好了 他們的臨床上發現 很多時候 病人用了這個療劑之後 其實將很多身體隱藏的毛病 會吐出來的 有些人用硫磺療劑 往往都會出現這個症狀 是將身體隱蔽的症狀 會吐出來的 這個療劑亦都用在一些人 因為切了療防切除手術之後 出現那些嚴重的神經痛 這個X光的療劑 亦都曾經用在這裡處理了這個問題 OK 所以這是一個 當我療法的X光療劑應用的地方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痛療療劑 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痛療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亦都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託